我有兩個問題 我要等一下請都發局跟法務局來回答一下 因為這個問題也可以來問市長 不過市長今天缺席 第一個就是說 原來這一塊廣時的用地是機關用地 但是幾乘何時它竟然跑出一塊 都市變更竟然變出一塊商業用地 因為其實市府機關應該是不應該要持有商業用地的 因為持有商業用地對市府來講是效率很低 因為它原來就是機關用地 我認為應該商業區的規範應該要分佈到大接口的 比如說像信義路七段就是現在福德堅這一段 居民的私有的手上 政府拿商業區其實是一種罪惡 而且這樣子做是不是有圖利市庫或圖利國庫的嫌疑 因為政府的設計它不需要持有商業用地 第二個就是說那個社府住宅 恐怕那個市府的司馬昭之心是 以後這一些都變成市府員工的那個宿舍 因為大龍棟就是這樣子吧 市府員工優先那個承出了大龍棟的那些 那個公民住宅 那個所以更進市政府恐怕市政府的私心自用就是在這一塊 我想請那個都發局跟法務局來回答 這個也是下一次市長要出取的時候 我們要給他的一個題目謝謝 我們再一個題目我們再等於 那個